大家好我们之前呢经常跟大家分享 在养护这个富贵族的时候 一定要定期给他更换这个清水 要不然的话呢长时间不换水 就会发现这个水呀全部变成了这个青色 而且呢这个富贵族的根系呢 就很容易出现腐烂的现象 而且呢他这根原本应该是白白胖胖的 但是现在的全部都是一些老根 他的吸收功能啊特别的差 那么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可能很多花友会选择在这个时候呢 给他进行这个修根处理 其实这个时候修根呢特别的麻烦 最简单最有效最粗暴的办法是什么呢 就是直接从上面这个部位呢 给他进行这个修剪 直接把它剪掉就可以了 因为富贵族呢 它的生根能力是特别的强的 我们把它剪掉之后呢 它后期会从底部啊再长出更多的新根出来 修剪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要把这个富贵族啊 给它清洗一下 洗干净一点 现在这个富贵族呢 我们已经清洗干净了 然后呢我们再来给它换上这个清水 那么我们再给它装上清水之后呢 为了让它能够更快的发新根 我一般都是给它放上一点这个快速生根粉 将它与清水按照一比两千的比例配置就可以了 然后呢搅拌均匀 然后呢搅拌均匀让它能够完全的冲起 再来把这个处理好的富贵族啊 放进去就可以了 如果发现底部的叶片过多 然后插进去叶片一直泡在水里面 我们可以把底部的这个叶片给它掰掉一点 掰掉之后呢 我们再把这一个富贵族啊 放进这个清水里面浸泡就可以了 那么这样子我们养护一段时间 一定要及时的给它更换清水 然后呢再在这个水里面呢 适当的放上一点这个快速生根粉 大概呢用两次左右就可以了 那么为什么要用这个快速生根粉呢 因为这个快速生根粉呢 富含有天然生根活性物质 它可以让植柱的根系 也呈现一个爆发式的生长 那么我们像这样子给它使用两次左右 你就会发现你这个富贵族底部啊 长出了非常多的大白根 长出一个爆棚的状态出来 这样呢这个富贵族就已经处理好了 如果大家养护富贵族的过程中发现 长久没换水或者是这个根系腐烂了 根系老化了 我们就可以采用这种方法 让它能够更快的长出新根出来 好了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